先用錄製的 錄製一個叫美元折線圖 然後我們補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怎麼樣 它的坐標 坐標的話就是以那個M1的左邊那條線 跟它的上面這一條線 因為一個圖放上去是看左上角 的那個點 寬度的話就是跟M1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它的10倍 高度也是10倍 那底下這個set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 的表格來源我把它切成兩塊 一塊的話是A 冒號A39 不過今天好像範圍不對喔 所以這個數字可能要改一下 今天的位置 我們是在哪裡呢 因為它 是 每天更新嘛 那反正就取兩個月 所以 11月的話他就取 9月10月吧 應該是沒錯 9月 跟著一下應該是 取這個月跟他的上個月 所以是10月跟11月 OK 所以呢 這個數字是21 所以假設說你要拿上次的程式來用的話 這兩段好了 美元則限度 好 那特別注意呢 你要改一下 他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呢 有沒有 這邊39 39 有沒有 那你就這邊要改成21 這邊要改21 好 不過啦 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每一次每天都不一樣啊 如果每天都來改的話 那豈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啦 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不想改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喔 就變成你要再多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呢 就可以利用我剛剛講的 這個方法 從A1向下追蹤 得到的列 這個 這個好像剛剛少一個 點落才對 好 剛剛沒打到 所以我把它貼上去 可能如果 漏掉這個 應該結果 會是錯的 這個是向下追蹤 得到的列 所以如果假如喔 你要把21變成一個非固定的話 那你變成你這邊要 增加一個變數 R R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東西 就是A1向下追蹤 得到的21的數字 然後再把21的這個數字 R部分呢 更改 這個 跟這個的值 不過這個有點難改 你要把那個R串在中間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21直接變成R 如果你把它變成R它這個文字 你要變成一個變數 必須要串在中間 那串在中間之前有講過一個口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R 並且把 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串進來了 OK 因為它這個變數 你不能直接加個R 加個R它是文字 變數跟文字的使用方法 規則不同 OK 那b的 21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這個 只是說 因為21的右邊 是一個 結束的 文字符號 所以呢 不用串兩邊 你直接串一邊就好 怎麼串 直接 delete掉 and and 變成R 就可以了 那如果把它改成寫成這樣子 以後 不管更新的數字是多少 一律自動抓到 並且把這個 變數 就串進去了 OK 這邊是串一個 得到21 得到21 21就放在這裡 所以 A21 那這邊 b1 帽號 b的21 串一邊就好 因為它右邊沒有東西了 所以同樣的方法 這個 這個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如果你懶得改的話 你可以 分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21貼上就可以 這邊的話 是把21拿掉 然後這邊 空一個 and 空一個R 好 這樣就OK了 那以後的話呢 他就 不會因為你的資料 增加 或減少 還有一個地方 上面還是要多增加這一行 這一行 因為如果沒有增加 他就不知道R是多少 他先去追蹤一下 得到21的數字 然後再把它串到他們 這個尾巴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上個禮拜五好像就已經 畫出 美元的折線圖 所以畫在哪裡呢 畫在這邊 這是 M1 的 實欄 跟實列 然後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美元 應該就畫在這裡吧 錯了 我知道 游標一定要放在這個範圍 看一下 再跑一下 執行一下 對 沒錯 因為我剛剛游標 如果沒有放這個範圍的話 他抓不到資料 我一定要記得在這個範圍 然後 人民幣的話呢 再執行一下 人民幣OK 有沒有 那 可是呢 如果我有10個匯率 10個匯率的話呢 後面還有啦 什麼歐元 日幣 英鎊 英鎊 一堆 所以等於是說我希望這個底下有10張這個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改 其實理論上 當然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是不是我要再做一個sub是歐元 再做一個sub是日幣 什麼什麼一堆 這問題你sub要寫10個啊 這樣 是也可以跑得出來啦 只是好像一定沒有效率啦 所以 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 把它寫一個 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問題 全部折線圖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美元 跟人民幣 它的變化你要找出它的 差異點 然後把這個差異點 自動讓它延伸 所以你可以找到兩個 應該是兩個差異 一個是什麼 m1 有沒有 變成m11 因為它的坐標不對嘛 坐標好像原來是在 這個m1對不對 它要在下一個的話就是m11 OK這個第一個差別 第二個差別是什麼呢 這邊的b有沒有 要把它變成c 那如果歐元的話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所以歐元的話理論上 應該是1 變成21 那歐元應該是21 OK 1 11 21 再31 第二的話呢 b c 底下應該是 d嘛 OK 再e嘛 所以呢 10張圖的話 那底下都一樣嘛 所以 1 11 21 31 41 41 5 一直到 應該是 100 101吧 OK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bcd 應該是到 k吧 我記得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到k來 也對k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解決 這個問題呢 那通常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的 我們拿 美元折線圖來修改可能比較簡單 這邊的話可以加一個叫 全部折線圖 把美元改一下 叫全部 OK 但問題來囉 我有10張圖 10個圖要畫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重複要做什麼動作的話 你一定要想到回圈 那個回圈的話 一般用for回 因為有範圍的 for i 等於要跑10次 等於1到10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t 那意思是說呢 你幫我跑10次喔 那10次的 這個變化 i 它會從1 幫我 改變 到10 這個過程 OK 所以第一個 加一個回圈 第二個的話 把剛剛這三行程式 移到for net 裡面做 因為要畫圖 這三行剛好就畫圖 所以移到這邊 記得把這三行選起來按個TAB鍵 讓它縮排一下 因為不縮排也會跑啦 只是說 不縮排看起來 很 不好理解啦 因為 只要在for回圈裡面做的事情 一律放到它裡面按個TAB鍵 這樣會比較一清二楚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解決剛剛兩個 兩個地方的改變 所以我們會需要兩個變數 OK 所以會改變的地方就是變數啦 所以程式裡面會改變 那個改變的規則 1 這個m1下一個變 m11 再來變2 它規則應該是 它的初始值 所以我可以初始值在上面加一個k算了 所以for上面加一個k k這個是我自己定義出來的變數名稱 它的初始一定是 等於1嘛 有沒有 它第一次是1 那當這個 k值 跑完一次之後呢 它下一個是多少 下一個是加10 有沒有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 跑完跑完就NAS的上面一行 所以在NAS的上面一行 Enter一下 把它改成什麼 k等於 k加10 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它每跑一次有沒有 它第一次是1啦 跑1之後的話呢 下一個就變11了 因為它執行這個計算 再存回去 那k就被蓋掉了 才變11 再跑一次 21 再跑一次 剛剛好耶 所以下一步的話你應該知道嘛 把1怎麼樣 改成k 所以一樣喔 你不能把它放個k 不行 做法一樣喔 空一格 end 空一格 k就可以了 它會串 把它串在end 這個一樣喔 所以lab跟tob這兩個 然後 空一格 end 空一格 k OK 像這 第一個問題搞定 試一下好了 全部真的ok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 底下好像有一個是刪圖吧 你可以把那個 刪圖的那個 程式喔 可以把它call過來 有沒有底下 我記得好像有個 把圖給刪掉了 把它 看通話要鎖動刪 有點浪費時間 我等一下再貼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這剛剛執行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我剛剛 先改了第一個變數 k 那最後先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有了是不是10張圖 123456789 10應該是10張 但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二個参數 第二個變數還沒改 因為 sourced data 有沒有 都是b 有沒有 所以呢 第二個動作 就是只要 當 i的值 為1 他就是b 當i的值為2 他變c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規則 創出來 讓他可以每跑一次 他的那個藍的位置喔 就下一個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搞定 可是要怎麼做喔 這要想想看 啊怎麼寫比較簡單 這個寫法不只一種喔 那我後來就在 復活圈裡面寫一個 因為我要切割的那些字喔 其實就是叫 bcdefgh 去ijk 那我要切的話 我要怎麼切呢 通常是用mid的函數 那mid的話呢 切這個 為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 當他 跑 當i等於1的時候切b呢 很簡單嘛 逗點 i不就好 因為 mid的第二個參數是要第幾個字 那如果當i等於1的話 那他就得到 一個字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參數 逗點1 好 我就想了一個 對這一招應該可以喔 有沒有 因為當i等於1的時候 他要取一個字就b嘛 當i等於2就取得c 以此可以推嘛 剛好這邊10個字 所以他就按照順序 跟i的值 一樣的變動 的規則 分別取出b到k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mid我想應該比較好理解 當然有別的方法啦 不過那個用內碼 我覺得內碼的方式 可能更不好懂 那他得到的那個字 我要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用一個變數叫col col 這個 就是 取得的 那一個 值喔 那我就把它存在這裡 OK 所以關鍵來囉 我已經得到 b到k的變化的那個字了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必須把這個col 放到這裡 跟放到這裡 就OK了 放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第一個喔 不過這個越串越多 這個的話呢就把b有沒有 選起來 然後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ol 然後把and的前後再加上空白 有沒有 跟剛剛的規則差不多 一樣喔 and兩個 然後 中間就串col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邊 不過他已經是最右邊啦 所以你當然 如果假設你把它delete掉 後面呢你就and 空一個 and col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程式寫完了 不過這實在是 已經算是最高難度了 OK 最後試試看好了 結果不OK 跑一下就知道了 剛剛全部都是美元對不對 現在執行一下 人民幣 歐元 日幣 英镑 澳幣 有沒有 全部通通 都一次完成 這個其實難度是最高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一樣有把這一行 這個全部折線圖 有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先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主要增加兩個變數 把重點 恢復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 先增加一個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 加一個k k等於k加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然後把 這個m1 改成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再加上col 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換定 一個 大家